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在广东珠海举行 中国空军二龄家族集中亮相并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日前在星庄强军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 二龄家族的总设计师们集体亮相回应社会关切 首次在中国航展上亮相的直二龄备受关注 直二龄总设计师邓景辉表示 直二龄在研制之初就设定了十年不落后的标杆 它的操控舒适度震动控制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实际上我告诉你们看直升机首先看的就是旋翼 首先看旋翼 直二龄在研制之初实际上我们就定义了一个标杆 就是设计定型之后十年不落后 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采用无奖业的全新的高性能的气动布局 最后输出来的结果就是高性能低噪声低震动长收命 所以这星机在操控上在舒适程度上在震动上控制上做得非常好 在世界上也是领先 作为月二龄总设计师 唐超红对育油二龄在中国航展的首秀也相当满意 他表示育油二龄的续航能力在扩大作战范围方面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希望育油二龄和育油二龄能做得更好飞得更好 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毕竟的话呢 它是一个是个续航器 是个增程器 所以的话呢 在扩大这个作战范围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航展的飞行表演上 歼二龄做出多个高难度的动作 引得观众阵阵欢呼 歼二龄总设计师说到 在军事航空上要和对手进行比拼 重点在于创新 我们七十多年来走过了从修理 仿制到自主研制 到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更是需要开始对决 对决的这个重要的点就是靠创新 我们在作战理念上要创新 我们在基本的原理上要创新 我们在集成的应用上更要创新 所以创新是我们真正发展好科技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特别作为航空员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们是一个群体或者团队的努力 更伟大的不是总设计师 是和总设计师一块工作的广大的团队 杨伟基于想要投身航空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要把握时代机遇 助劳坚实的理论基础 培植广泛的兴趣 还要长期坚持 未来的青年航空人强 我们未来的国家的航空事业就会更强 我想新时代新时期到来的话呢 给我们未来的年轻同志 更是提供了更大好的机会 第一个咱们现在的科技的基础更强了 第二个我们的经济实力更强了 第三个国家的需求更旺了 在我们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的话呢 我们是要坚无不破 势无可挡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话呢 都为我们未来的青年年轻的航空人 提供了良好的握度 也是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